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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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缘 踏让一条红线 穿越你我指尖 无论在什么空间 活在什么时间 来来回回绕多少圈 缺带有谁会迟到 不在意的时候会报到 感觉有一点喜欢 好像又不喜欢 难来继续左右为难 真爱真有那么难 他们说 爱情应该是浪漫 不愿意 不愿意 影子若即若迪 让我深刻像唐人的 那开心开始 让人震动 就是你就是你 在未来的人死里 不乱了天 我会每天只想念着你 把你抱着你 别想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你我命中注定 完美 正美 牵着你的手 一起走向未来 出现一圈 黑面 撞人 是 不舒服的 最好 走 好 小妹 我有事要跟你谈 来 我先找姨婆 有什么事 等一下再说 等等 姨婆 姨婆 好想你 我也很想你 走 姨婆 爸妈不在家 姨婆 你们要陪你爸去看医生 很快就回来了 姨婆 妈告诉我 你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 是什么事 姨婆 应该口渴了吧 小妹 快去倒杯水给姨婆 不用麻烦 我这有茶 你怪怪的 你干吗 没有 书彧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已经找到天下孤星了 我还帮她促成姻缘 所以我不需要牺牲我自己的幸福了 什么天煞孤星 不是姨婆你跟我说的吗 只要我促成天下孤星的姻缘 我就可以破解我自己孤独终老的命运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天煞孤星 而且 红娘孤独终老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严肃走 你要去哪里 这怎么一回事 撒谎 这会让书彧拥有一个假希望 你有没有想过 这谎言一旦被拆穿了 你妹妹会有多难受 不止她难受 我们也担心了 你怎么可以借你姨婆的名义 编造天上孤星的谎言来骗你妹妹呢 那时我只想小梅振作起来 她有孤独终老的事躲起来 不想回家 我就去找Ken 是她帮我出了这个族意的 Ken 所以她一开始就知道我孤独终老的命运 书彧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其实 只要你不一直想着会孤独终老 洪梁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充实的 姐怎么可能不去想 她就是以为有这个天煞孤星 可以帮她解除她的恶事 她才敢和Ken在一起的 小梅 对不起 你接下来打算怎样 我一直找Ken说清楚的 主张编通苏 没事吧 为什么预好见面 突然又改时间 对不起啊Ken 我们到此为止吧 发生什么事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 只是我知道天杀孤星是假的 是你叫我哥编出来的谎言 那件事 所以你听我解释 我当时跟苏泽说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恶意的 只是因为 我知道 我明白 可是既然天杀孤星是假的 这代表我孤独终老的命运 没有办法改变 你也不用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你听我说嘛 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书彧 不要相信她 定一 你怎么在这儿 她是双面人 一直在利用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是真心喜欢书彧的 你跟Vilus一伙的 是你叫她把戒指放在真情的房间 宅账家货 等事情揭发之后 又找阿康当替死鬼 Vilus 你跟Vilus 书彧 你不要相信她的话 定一 我知道你喜欢书彧 但请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 不要说一些不真实的话 让书彧误会我 Ken 你不要再装了 杨定一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好了 算了 不用说了 对不起 Ken 我们真的不可能了 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吧 书彧 你干吗喝这么多 那该死的杨定一 我花那么多心思 又编故事又是苦肉机 结果还是被她破坏了我的计划 好了 别喝了 别管我 别管我 Vilus 今天工作顺利吗 如果有空的话 我们一起吃饭 我来接你 我告诉你 书彧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保持距离 你会不会听我再说话 我跟你说 当我自己 我先要挽回书彧的心 我先要挽回书彧的心 有些旅人一旦死心 我连来人做什么 她都不会回头的 我不可以让书彧离开我 不管怎么样 不能让她继续再怀疑我们了 太迟了 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信 我不信我可不定她 从现在开始 你负责让杨定一身败命令 而我负责说服书彧离 姨婆婆 姨婆婆 你记得记得我是谁 小秘密 这么久没见 小秘密变成大秘密了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我 从马来西亚买过来的豆沙饼 我这次也买了很多 你记得拿一些回去吃 我就是她姨婆婆最疼我了 准备开饭了 那我去帮你 变得好多 是 姨婆婆 你喜欢吃菜 那你要多吃一点 你也多吃一点 好 咪咪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咪咪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咪咪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你们干吗这样看着我 你们在一起了 还要怎么不跟我说 他们像姐弟一样 怎么可能 谁说的 姨婆 你现在还看得到 他们两个之间的红线 有没有感觉得到 他们有红线 我吃饱了 我先走了 你才刚吃两口饭 明明就不饱 又没有人赶你走 干吗这么急着离开 我减肥了 书记 你是怎么想的 明明当你有五岁 可以做你姐姐 你怎么会喜欢她 怎么知道 喜欢人做的东西 又不像玩游戏一样 不能控制 她就是玩太多游戏了 妈 你以前不是一直很担心 书记这孩子整天躲在山洞里头 怕她以后会很难交到女朋友 可是现在她有了对象了 你却反对 这是为什么 我不是反对儿子谈恋爱 只是 为什么是蜜蜜 他们俩从小就一块长大 也算是青梅竹马 我就是看着蜜蜜长大 她就像我们女儿一样 她的优点 她的缺点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要我怎么接受 她可能是我的媳妇 那是你对蜜蜜有成见 那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你那个性情古怪的儿子 不与人沟通 现在难得有人看上了 你还不乐意 还嫌弃人家 她现在是我的儿子 不是你的儿子 哪有父亲这样讲自己的儿子 是 我说错了 那我们的儿子就是个宝 那蜜蜜呢 她也是人家的掌上名猪 只不过这颗名猪 分量是重了点 我不是说蜜蜜不好 只是觉得我们书静跟她不适合 她当我们儿子五岁 还像小孩子一样 没有人生目标 还一直不停地换工作 你说她怎么照顾自己 怎么去组织一个家庭 儿孙最有儿孙福 只要我们认为书静和蜜蜜 真的是两情相悦的话 就由她们自由发展吧 我们就少操这份线吧 好 一婆 来 尝一尝我亲手 为你准备的水果 谢谢 不错 越来越像暖男了 暖男 什么是暖男 就是给人一种温暖感觉的男人 有吗 怎么我没有发现 有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你说话的达名 还是要赶一赶 不要一直让秘密尴尬 我是实话实说 不可以吗 可以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女生 你就要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去喜欢一个人 但是可以选择怎么去爱一个人 什么意思 在爱情里我们不能控制户 但是可以选择好 那我要怎么做 上网找 只要出自真心 你就一定会成功 又是十五了 我记得我农历三十岁生日那天也是十五 我就是在那天之后就看到红线了 我也是二十六岁农历生日之后看到红线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红娘命狗 听我姨婆说 我们家族的女人 是月老选定的媒人 拥有特殊的能力 是负责促成姻缘的 这本来是一种福气 可惜 其中有一代的红娘 为了钱违背了良心 说了谎 硬生生地拆散了一对有缘人 所以月老就生气了 要惩罚之后的红娘 每一个都要孤独终老 好 你看我就知道了 可是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选我 因为你有一颗红娘需要的善良的心 恭喜志明跟秀敏 经理缘分速递任务成功 下个星期再见 剪 去 下班 恭喜你们 谢谢 难道我这辈子 就只能凑合别人 不可以有自己的幸福吗 你会的 我会给你幸福的 你在说什么 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会害了你的 书彧 你不要再逃避了 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小心 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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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心啊 离一 李一 醒来 离一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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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丁一不... 丁一 丁一 丁一,不要 不要 书雲,不要走 做噩梦了 一伯 你告诉过你爱的人为了救你 被刺了一刀,死在你怀里 我做了一样的梦 别怕,你是听了我的故事 才会做那样的梦 那如果我跟他在一起 那个梦是不是会变成真的 幸好就是做梦 那只要我避开他,他就不会有事了,对不对 姨婆,爸,姐,走 早 舒泽刚来店,说今天不回来吃了 妈,早 早 对了,他跟志荣到底怎么了 之前不是劝他要勇往折前 不要退缩的吗 哥,鱼在重演分手戏 现在已经是四季了 他怎么不换下组织 不要乱说了 哥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缺乏信心,缺乏决心 好好一条红线,给他弄到有一个结了 有些人需要有人帮忙 把他的决心逼出来 怎么逼出来 就是要我们推他一把 哥,你快点来甜点屋 警方控告大草经营非法赌场 要正式逮捕他 你们不要抓志荣 我才是祖谋 是我偷了店也的钥匙 交给香店的父亲 让他精英非法赌场 你要抓就抓我吧 我约坐牢 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带给你们 谢谢 你在胡说什么 他们不是警察 事情已经解决了 警方允许我继续营业 刚才那两位是业组的代表 我们再商量租约 快点,我哥要到了 快点 快点 小米 小米在拍戏 对,好巧 你们先喝茶吧 大嫂,其实我们是想演出戏的 没有想到我哥这么快 对啊 害得我们家小米没有演出的机会 对啊 我还花了好多时间备台词 准备道具 不能想好好表现 我的眼睛兴奋的 不过没关系 错有错着嘛 现在大嫂也看到我哥的决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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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头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那如果他们不骗你 你就不来了 追还不追 幸福要自己争取啊 其中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不会再软弱她 你相信我吧 我不会相信你了 你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除了逃避,你还会什么 我一次又一次地给你机会 可是你每次都让我失望 我不想再骗自己了 你是不会改变的 其中 张智荣 我借你卖一下吧 你别谈我懂了 等一下帮我谈 张智荣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我是不会再逃避的 我曾经说过 不会在当中面前唱歌跟你求婚 不过我没有做到 所以现在我要实现这个承诺 作曲 李宗盛 黑夜放肆覆盖 吞噬一段沉睡到海里 看不清换不醒 分不开的夜来 眼角翻的泪光 放大行踪思念 静静悄悄淡淡的 弥漫的思念 飘散无边无际 我懂了 你的温柔 就在你 不想离去那刻 我懂了 你给过的温柔 会紧紧拥着我 像你一关倔强的 那么爱我 到了 静洋 我对你的心一直都没变过 你心里也一直有我 6 1 3 90 非常 0 不想再错过你 世荣 你愿意嫁给我吗 最红色我会混在手中 每一份每一秒将你围绕 如果你是蜡蜡的我 就是不毁灭的火 给你温暖为你软烧 找到每一个角落 别老想问你的说 谁爱谁就他说 风声掺家沉着你我一生 别想要挣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决定退掉我的屋子 帮回去一根植栏租 那甜点屋呢 店主决定收回 但因为我是无辜的 他会按租约赔偿我 那现在没有了店面 你打算怎么办 不如这样吧 回来李红娘帮忙 其实之前我跟舒泽又讨论过 想要在喜铺推出我自己自创的结婚蛋糕 不知道Lunar愿不愿意当我的代言人 我当然愿意 不过我要代言费 好 你们两个能够解开心结 姨婆很开心 祝你们勇豫爱和 谢谢姨婆 你们当然要谢谢姨婆 她才是有最大功劳的 这样还是老的 当然 妈 你煮的绿豆汤真的很好喝 是啊 那等一下再吃一碗吧 妈 我跟大嫂来就好了 你先出去吧 是吗 好 你们忙吧 大嫂 湘婷最近怎么样了 在跟你一起发新蛋糕吗 她没跟你说 她已经离开了 去哪里 她跟定一分手了 很不开心 所以想出国追求她的梦想 妈 看到了没有 她在里面吹冷气 我可以帮你们的 我示范给你们看 这个应用程式可以开 关那个冷气 或者可以调整温度 还可以预先设定好温度 很方便的 谢谢 你欢迎来 我等一下 一定帮你扳倒她 真的要这么做吗 感觉很差 不 在爱情里没有对错 就争取或放弃 我们不是做什么上天害意的事 只是为爱而努力 没有努力 怎么有收获呢 有道理 那这招真的有用吗 宫斗剧都是这样子演的 只要皇上看到妃子跟其他男人勾搭 那个男人就必死无疑 妃子就确定男人勾搭 那你不是必死无疑 只要师父开心 徒儿愿意牺牲 真是我的好徒弟 蜜蜜 那么巧啊 回家啊 对 我刚才在这边逛了街 然后逛一逛 肚子就饿了 想去买东西吃 好可怜 肚子 这里附近有一圈咖啡 它的蜜蜜蜜 你要不要一起去吃 还是不要了 我今天亏我家楼下的鱼蜜蜜 快点去排队 不知道会卖完了 再见 等一下 有蜜蜜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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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见了 对不起 我最近没有减肥 你还好吗 没事 你去你的面吧 下次才约 好 好 好 到底要不要把照片删出去呢 哥 你最近进展得不错 每天都跟未来大嫂约会 约得那么迟 我跟湘婷已经分手了 怎么突然间GG 难道是你的 不是我的那个问题 反正她已经离开了 有没有跟Luna讲 叫她帮你 没用的 况且书彧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 必须去解决 什么问题 原来她喜欢的人呢 是一个双面人 从一开始就耍手段 靠近她 让书彧喜欢上她 她却一直都在一脚踏两船 如果Luna知道的话 一定会很哭的 为了达到目的 表面上装好人 暗地里什么坏事都做 我一定要想办法拆穿她 不能让书彧受到任何的伤害 我不要当坏人 我不要当坏人 你跟张天到底怎么了 来上 快 为什么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事情都办好了吗 我不想帮你对付杨定一了 你还是射手吧 你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要让杨定一生半命令 这样所有才会相信我的话 来了 我的计划就差这一步 你不能现在放弃的 真的不想再做陷害人的事 我会良心不安 我答应你 就是最后一次可以 我为你做的事还不够多吗 为了帮你打压杨定一 我故意摘下Luna的面具 让她身份曝光 之后又下药让她昏迷 害她差点不能上节目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你的将来根本没有我 你为什么要吃这种醋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好吃 严书彧只是我的一颗棋子而已 棋子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有多在乎书彧吗 你为了鼓励她振作 特地骗了天杀孤星的谎言 我这么做只是希望她继续上节目做红娘 那奎佑记怎么解释 你设计那场车祸 差点害自己被撞 如果她只是一颗棋子 这值得你用生命去冒险吗 他们在哪里 在那边 喂 喂 对不起 不要跟我偶七了好不好 我知道我最近是忽略了你是我不对 对不起 我答应你 等我把书彧带去中国 转了大秦之后 我就回来跟你过日子好不好 书彧 是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 因为有些话我不可以听到 怎么会呢 完了 快跟书彧解释一下 你要我解释什么 好 传统好了 跟你学他 书彧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伯乐一直想跟我在一起 我一直拒绝他 所以这一次 他就跟杨定一联合起来陷害我 我 看来不是我太天真 是你手段太高明了 这一把 就当你黄着我五年的青春 我还在给你 我还想什么 我还想什么 你还想什么 你还想什么 我还想什么 我还想什么 你还想什么 医生的 中有电视 我都想我们正在第一次 你还想是你 不必要 你还想公养 你还想你 ,不必要 你还想得比 是的 的 一时足成千古恨 我承认 我承认我犯了所有的错 我承认我跟Vilat有地下情 当我遇到你之后 我们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 书云 我是真心的 不要再装了 我已经把刚才的画面录下来了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的 我看到你跟Vilat的红线断了 如果你在那么自私 什么事都只想你自己 继续让贪恋蒙蔽你的双眼的话 你会一无所有的 书云 不要为这种人难过 不值得的 我不是难过 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心机这么重 臣服那么深 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你让我一个人静静 是 我 你不是 我才会看见你 我 我想到你 你帮我上午 你帮我下午 你乘客 你帮我下午 你帮我下午 你 pensang 破解你孤独终老的命运 只是没想到Kent不是一个好人 向婷知道真相后 决定离开 不过她鼓励我 要勇敢地追求我的幸福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喜欢上了你 你愿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陪着你 保护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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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心啊 爹 不愿意 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的 想帮你找到一个好的姻缘 湘婷都不成功 我再帮你找别的 让时间停留在眼前 遇见你 担保 我再会 我也会想帮你 伍伍 网民 我尊重 我尊重 金 你做了什么我都知道了 跟大家道个歉吧 我做什么了 杨定义 你又在我背后耍什么滑招 还不承认 阿康 你说你为什么会离开公司 是Ken哥告诉我 如果找不到帮Carol偷戒指的内鬼 一哥就会被迫辞职 我为了保护他 才帮他顶罪的 阿康 我平时待你不保 你现在帮着杨定义来诬陷我 我说的是真的 你确定 你说 不要再装了 Vilat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们也看得一清二楚 Ken 我不想把场面弄得很难看 你自动辞职 不要让我对你更失望 好 我不跟你谋完了 大哥 你听我说 虽然这一次我们没有办法跟书彧合作 但是我还准备了很多其他绝好的点子的 你不妨看一下 你看 点子 谁稀罕你的点子 没有严书彧 你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大哥 你给我机会 我一定能制作出精彩的节目打入国际市场 别看了 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这个 你以为你是谁啊 没有严书彧 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在内地比你厉害的制作人多的是 有钱 还怕找不到人吗 我看你还是早点滚吧 Clock到了 也不要 你如果没有 зам来 Cl r 那是人体遇到异性时 自然散发出了体位 一般气味不明显 可能你内分泌异常 在接触心动的女生时 费罗蒙通过汗线发出强烈气味 而刚好这种气味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那可不可以一致 因为没有先例 我不确定能不能把你治好 没关系的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都愿意尝试 我建议你去检查激素水平 如果有异常 可以通过药物来调整内分泌 再通过汗线手术 减轻异味地散发 谢谢你 子豪 你的建议我会尝试的 谢谢 我刚才就想问你了 你要办诊所 不是 我不做了 我准备去美国执教 其实你是我最后一个病人 原来如此 那我祝你一切顺利 我也祝福你和书彧幸福 应该很难吧 我已经被他朋友圈了 你跟书彧真是一对 为什么都看不出对方喜欢自己呢 书彧喜欢我 书彧聪明又有个性 在感情方面从来不拖泥带水 喜欢或不喜欢都会直接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他会这么牛腻 我知道为什么了 谢谢你告诉我 你真的是我的救星 我走了 在ени 进来 俊宇 谁给你进来的 你弟说你感冒了 小感冒而已 你没事 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要 滚 对不起 你走远一点了 要不然等一下被我传染 我不怕 不怕 也要走远一点 你很喜欢生病 我是说 我不怕你孤独终老的命运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每次喜欢我的 对吧 你的妄想症犯了 是不是 你不承认你喜欢我 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天下孤星这件事 你怕你孤独终老的命运会害到我 是吗 不是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我不会放你走 我们不可以这样 你会受伤 书彧 是 我是喜欢你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才害怕 如果我们两个有亲密接触的话 你会死的 我不怕死 我又不管什么命运 我只是要跟你在一起 书彧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你会犯规成是什么 你自己偷看 抱歉 我画在一起 跟你找我 我以为你不肯定 你们所谈的女人 想你把我找我 愿意粉串融 感觉 我觉得我还是会怎么办 不如你为你走 那你双沉 或我看你 我五个月的情人 想到你 你会保护的女人 想到你 你还是要看你 你才做我 想到你 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可以接受姐弟恋的 真的是不可以接受 真的是不可以接受 我一直当作跟姐姐说 姜基荣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我知道你 肚子很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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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吗 被求婚很多次了 你有感觉了 我绝对不会这种求婚 懂为什么吗 因为有快NG 来 这次是有点不一样的 又唱歌 然后很感动 还是很感动 你看那个表情 白了一直要跟我在一起 我一直拒绝她 所以她才跟第一联合起来欺负我 欺负我的 陷害我的 不哭 不哭 你的眼睛还有每一个空中 无时不可 知不觉牵动我所有脉搏 别拉近那只红生 我会碰到手中 看来不是我太天真 是不是我太高兴了 如果你是我 如果你是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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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